曹誠相想跟我結盟, 收拾留備? 是一起為朝廷效力 為皇上諸除叛賊 誠相一向都沒有把我這個 皇口小儀放在眼內 今天這麼體重我 是不是我們東吳的兵力 已經今時不同往日 連誠相都寄我三分 誠相向來無所拒 只不過希望為朝廷尽忠 午後是潰稽太秀 都是漢塞的名官 你應幫忙重復建元皇帝的盛誓 而且只要午後肯聯手 殲滅留備這個叛賊 有功於漢塞 皇上自然家觀盡著 誠相亦會更加保證 剿滅留備之後 午後所得的土地、所得的權勢 一定會比現在更多 想理由我 誠相是想認識午後 想和午後結盟 誠相從來都不喜歡利友人 這個賞識會不會太遲 我開始統領江東多年 但是誠相一直都對我不抽紅菜 因為午後今時不同往日 誠相就要把握這個時機 希望午後也好好把握這個時機 是你們有求於我,你現在什麼態度 結盟成功就是朋友 結盟不成就是敵人 你威嚇我 沒有足夠的實力是威嚇不了午後的 你有世作,又有探子 我們丞相有多少兵、多少仗 你會不一清二楚? 信玉,你很大膽 你以為東吳的軍力 可以跟我們丞相抗衡嗎? 就算兵力接近,但是我軍徵戰連連 經驗都比你們勝過很多 午後,我可以告訴你就是 做丞相的朋友總好過做丞相的敵人 信玉巨巨盡迫,威逼理由 我主公已經開始動搖 想不到曹操竟然有此一仗 這次可能是我最後一次來通報消息 但是我們東吳一旦和曹操結盟 劉皇叔,你就是我的敵人 我一直視東吳為盟友 我也是,可惜曹操狡猾 東吳將來也未必安穩 但是目前最勢危的是劉皇叔的崗下 若曹操已經難以不敵,加上孫拳 崗下是不會守得住的 及早離開,你未安身之地 跟隨我的百姓刀部無奈 喘息未定又要漂泊 奧處受苦,我怎麼對得住他們 如果不走,繼續死守個王 恐怕會全軍覆沒,光下盡毀 到時更加對不起百姓 要走可以走去哪裡 北面是曹操,東面是孫拳,西面是劉璋 南面是山林仗氣,一樣是死路一條 那就是沒辦法 曹操走一步棋,孫拳又走一步 逼得我們無棋可走 雲遜,你最多特別出人意表的想法 有沒有? 歷史這科技我是最差勁 不過剛才聽軍師說 好像下棋一樣被人迫到沒有棋客 說起下棋,我鄉下有科技叫博奕論 不知道該不適合 博奕論?有沒有用都說出來聽 博奕論是我弟弟讀的 他經常背著的,讓我記一下 博奕論,即是考慮對手的預測行為 和實際行為而作出的最佳策略 不明白,你說什麼? 弟弟說話很深,我嘗試簡單一點 即是每個人都會採取 對自己最有利的最佳策略 怎樣才是對自己最有利的最佳策略? 那是什麼意思? 我經常聽他背這幾句 我只會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嘗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是一條好窄的山路 有兩輛馬車迎頭相遇,各不相讓 大家起了爭執 誰避,誰就輸,是懦夫 但如果兩邊都不肯避 兩輛車就迎頭相撞 兩邊都會轍毀人亡 你們有這樣的處境下 什麼最佳策略才會贏 那怎麼樣?快點說答案吧 混信 我終於明白了 答案很簡單,就是這樣 讓對方看到我這樣就會贏 綁住雙眼就可以贏? 沒錯,綁住雙眼 讓對方知道我看不到東西 你真是說不到我選避還是不避 對方看到你綁住雙眼 知道如果他不避開 就會同歸於盡 所以對方一定會避開 結局就是你贏 很厲害的博弈論 綁住雙眼就可以逼得對方 走你上去走過一步棋 在我鄉下這招 還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曬尼南 選拳 看來這次我一定要曬尼南 一份是跟東吳的結盟輸 一份是向曹操的歸行輸 如今我們主公面前只有兩條路 一是跟東吳結盟 一是向曹操歸行,必無選擇 因為我們已經無路可走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你們選擇哪一條路 無需要向我們交代 我們的選擇對東吳影響很大 所以有必要向午後說清楚 結盟我明白 你們歸行,與我何干? 如果我們歸行曹操 曹操就再沒有牽制 可以專心對付他最想對付的人 危言送庭 都督認為曹操忌我們多點 還是忌你們也不多? 你不用用激將法 曹操大軍加上我們 都不必敗無疑 劉備、關羽、張飛 以康府康室、剷除曹操 涉賊為口號 又怎麼會歸行? 人一旦去到絕路 就要做出以往不會做的事 你們看清楚兩份行件 我現在主公已經親自簽署好 慣將軍、張將軍和我 已經在主公面前立了誓 無論最終選擇哪一份 我們都會誓死遵從 諸葛亮 你竟敢逼我們主公和你們結吻? 決定權什麼時候都是吻後你手上 這兩份行件並不是讓我們選擇 而是讓吻後你幫我們選擇 你要我決定你們的生死 也是決定吻後你自己的生死 諸葛亮 你再不收手,我斬你的頭顱 吻後,這次關係到千千萬萬百姓的生死 孔明的人頭根本不算一回事 主公,不需要你回諸葛亮 他只不過在垂死掙扎 不是垂死掙扎 是置諸死地而後生 這個人真是聰明絕頂,膽識過人 他走這一步棋 可以令他們絕處逢生 也令我別無選擇 唯有就跟他們結盟 吻後,三思 仲三思,時間都已經被你浪費了 本來結盟這件事是很清楚很簡單 對我們也不百利而無一害 你就故意說何度與失山山來遲 以致結盟這件事每次未決 還勸我單獨和曹操對抗 叫我游說所有大臣結盟 現在怎麼樣?現在是非結盟不可 你叫我如何向仲大臣交代 作為主公的我眼臉賀全 你決定了 主公識路 你搞出來的風波 你自己去擺平,我不會理會 福君… 你之前訂做的衣裳已經做好了 快試試,起來 起來 夫人,我還有很多公務要處理 明天再試吧 有什麼公務這麼趕急? 先別做,快試吧 我不試了 我不試了 一定要試,不合身要拿去改的,來 我都說不試了 你怎麼這麼兇? 我剛才已經說了很多聲音 我不試了,你聽不到嗎? 你也沒試過這麼兇罵我 不要哭了,我已經很麻煩了 不虧就不虧了 你也沒試過這麼兇罵我 你也沒試過這麼兇罵我